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那里并不能给人带来足够的满足 也就不能称之为乐园 因此 抵达乐园之人 在乐园之外无法被观测到 也就无法存在 既然如此 我们又怎样证明不存在之人的真实性 到头来 第五条骨则从前提开始 就是一个无法被证明的悖论 那么 无法证明的真实 就是没有价值的吗 还是说这宛如讥讽一般的语句 是在传达什么真正的问题呢 伊甸园 出自经典中的乐园 是既不存在 也无法找到的地方 是梦想家们 描绘出的甜蜜幻象 你看 如此想来 这个条约的名字所隐喻的 不正是这样的幻象吗 老师 接下来要讲的故事 可能不太适合说给像你这样的人听 换句话说 他是一个会令人感到不快 不适 甚至眉头紧簇 少人怀疑人性 怀疑真心 充满了冷嘲热讽的故事 仿佛尽偷了悲伤 痛苦 忧郁 但最后余下的 只有苦涩的故事 但同时 它也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请不要躲闪 不要逃避 好好看到最后一刻吧 因为 这正是你的义务 请不吝点赞